欢迎收看3月30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威名 首先由股汇行情 俄乌停火谈判取得正面进展 隔夜美股大幅上涨 带动加州股市普遍走高 但马股五盘涌现套利活动 最终以微跌0.20点币市 收报在1583.22点 会时方面 尽管国家银行今年经济成长预测 略低于官方数据 但由于俄乌谈判取得正面进展提振了欧元 降低了美元的避险吸引力 所以马币兑换美元汇率继续升值 报4.2030令吉 接下来由企业不类NY单元 政府批准的公积金提款将从周五启动 这项措施获得坊间褒贬不一的批评 那作为重量级金融监管机构的国家银行 对此报有哪些看法呢 国航总裁诺山霞就点出 资料显示大约610万名EBF会员的退休金 少于1万令吉 当中更有大约360万人剩下不到1000令吉 因此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迫切改革 以确保人民未来不会再面临严重的财务窘境 而国航副总裁周青莲也说 特别提款确实是能够帮助许多挣扎求存的人民 至少能自疫情以及大水灾中喘口气 但公积金局的数据令人担心 像这样的措施应该节制并且非常克制 只允许在最严重的情况才能够使用 政府必须制定对策以应对现在的局面 而冠病等一连串的冲击导致人人钱不够用 原来今年银行也可能面对融资紧触的问题 国航指出国内银行预期今年将面临资金紧触的状况 因为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了 预料将促使包括大马的新兴经济体资金外流 并且推高贷款成本 而国内因素方面 鉴于局势不明朗 银行的存户可能会优先选择相对安全的 高利息定期存款 而随着经济逐步的复苏 贷款成长也会加快 为了争取用于放贷的存款 银行可能必须提供诱人的利息 这也可能加重贷款成本 不过国航认为 国内的银行的融资依然是稳定的 因为市场上的流动性和资金依然强劲 那国航在今天公布的年报当中就预测了 我国今年经济增长将建于5.3%至6.3% 高于去年的3.1% 但比官方预估的5.5%至6.5%来得低 国航总裁诺山霞就表示 这是考量到了疫情进展 俄乌军事冲突位置 以及全球主要经济体合理化货币政策等等 诸多因素之后所做出的预测 另外国航也预期 全年平均通货膨胀率将在2.2%至3.2%徘徊 那么经济学家就认为 大马从疫情复苏路上遭到诸多风险阻拦 政府必须采取谨慎务实政策以及改革 国航的最高6.3%的预测才有望达标 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董事李星玉也说 他们认同国航所提及的诸多国内外风险 目前还不知这些风险何时示威或者是湮灭 因此该机构依然维持今年5.2%的经济成长预测 那今天的财经Esperso到此 感谢收看 也记得订阅支持百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